好 我们再来看客户端和服务器的工作流程 首先来看TCP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工作流程 先来看服务器这边 服务器首先创建一个socket 然后设置要监听的端口 就是绑定一个端口 再下来要用Listen函数监听这个端口 调用Listen函数以后 就表示我们这个服务器可以对外提供服务了 Listen函数调用完成以后 就会调用Accept Accept会阻塞在这个地方 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有客户端发送请求数据过来 再来看客户端 客户端首先也是创建一个socket 创建完socket以后 调用Connect的函数 就会把这个请求 就会把这个连接请求发送到服务器端 服务器在收到这个请求连接以后 会重新创建一个socket 用于数据传输 接下来就是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读写读写 这个直到数据全部传输完成 客户端发起一个关闭请求 关闭连接 然后服务器关闭这个连接 再来看UDP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工作流程 UDP的就简单的多 首先也是服务器 创建一个socket 绑定一个端口 要用receivefrom函数 这个函数也会阻塞在这个地方 直到由客户端发送请求数据过来 再来看客户端 客户端也是创建一个socket 然后他要发数据的时候 直接调用send2函数 他就把数据发送到服务器端 他没有建立连接那个过程 服务器端在收到客户端的请求以后 就处理这个请求 然后回应答数据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循环的发数据 发送完成以后 客户端直接调用close函数 因为他没有连接 所以就没有个连接关闭的过程 这个就是TCP和UDP的服务器客户端工作流程 这个是我们今后写代码的时候会设计到的 感谢观看